現在要教大家怎麼摺那個鬼 幽靈鬼 然後其實什麼樣的色質都無所謂 因為我們要用到的是白色的這一面 我們一樣先對摺一個三角形 如果你想要紫色的鬼 就可以把紫色在外面 藍色的鬼就可以拿一張藍色的色質 然後對摺三角形之後呢 就是 前面的地方像摺飛機一樣 往內摺 接著下面這邊 你要向內摺對齊中線 這邊也是一樣 這樣都摺好了之後呢 再來的步驟有一點點困難 我們先拿這一片來示範好了 然後把它剝開 然後把這一片這個角角 先捏尖尖 然後要把它摺到上面 然後要把它摺到上面 這樣 是不是有點難 我每次都在這邊卡關卡好久 可能我沒有摺紙的甜分 這邊 好這邊 壓 我覺得這個地方 對小朋友來說會有點困難 因為今天去當義工夢夢夢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卡關卡在這裡 全部通通都擠過來前面 頓時覺得自己好像明星喔 好 這樣摺好了對不對 我們要反到背面 反到背面呢 嗯 這個要朝上面喔 就是這兩根 要朝上 那我們要在它的下面 下面的地方 摺 再摺一摺進來 像紙飛機一樣 旁邊的也是一樣 摺一摺進來 好 翻過來前面 在上頭尖尖的地方 我們摺一點點下 那我通常後面 就是會大概 把這個尖尖的地方 頂到 就是讓它有一點頂到 這樣子的距離是比較好的 再翻過來前面 把這兩個尖尖的小手摺下來 這兩個就是鬼的手 那你可以摺就是斜斜的 斜斜的它就會變成往旁邊伸 那正正的摺就是在前面 那我是喜歡它往兩邊伸 接著呢 我們要摺它的尾巴了 尾巴呢 我們反過來背面 就有一點 斜側邊 摺下來 然後再摺一摺往下 那這個角度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是 大家喜歡就好了 然後反過來正面 它就變成了一個閃電的樣子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就可以畫上你想要的眼睛 我說我喜歡它圓圓的 然後再畫上一個嘴巴 白木鬼 翻白眼好了 畫一個 可愛的 胖兜兜的 伸出舌頭的 家裡有 這種就是粉紅色的皮 你可以幫鬼上一點腮紅 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可怕 我就 旁邊塗一點腮紅 好了 這樣子就完成了 可愛的小鬼